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航展的代表团团长向媒体表示 俄罗斯向印尼出口苏35战机的交易并没有发生变化 目前只是存在一些技术问题 合同将会被逐期履行 今年年初 在经过漫长的评估后 印尼政府终于批准了11架额制苏 到35战机的采购合同 而合同金额正好11亿美元 苏35战机的单价正好1亿美元 远超中国8000万美元的价格 印尼将会通过以515的方式来支付费用 包括向俄罗斯出口印尼特色产品 主要就是印尼生产的天然橡胶以及制成品 另外还可能包括化工产品 电子产品 贵金属等印尼土特产 可以看出 印尼为了得到这批苏到35战机付出的代价还是比较大的 因此外界对印尼购买苏到35战机的原因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事实上 目前印尼空军的作战实力 在东南亚地区已经算比较强大的 其空军装备的战机有10多架F16 5加速-27以及11加速30MK 四代机的总数接近了30架 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 都已对菲律宾等周边国家形成了非常明显的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 印尼仍然没有满足 不仅投资参与韩国的隐身战机研发项目 同时还选择购买苏3 5战机 外界显然感受到了印尼的雄心壮志 可以说 印尼购买苏到35战机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首先 苏35战机的作战性能 在四代战机中是名列前茅的 在两台出色的117S发动机推动下 苏35拥有了强悍的机动能力 此前 就远美国专家都承认 在和苏35战机近距离作战中 美国空军的F22隐身战机并没有太多优势可言 其次 相比其他苏货一战机 苏35在豪征以及战鹤能力都非常突出 该机作战半径到达1580公里 最远航程超过了3600公里 到航程可以使苏到35战机 轻松进行远距离巡逻作战任务 这也是中国购买苏到35战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 在武器装备挂载方面 苏负35拥有多达12个外挂点 依次可挂载八段武器弹药 可以使用俄罗斯先进机载武器 包括射程巨大的KS-172超远程空空导弹 该导弹具备一个特殊使命 就是在关键时刻 在超远距离上达掉敌方的空中预警机 或加油机 这样的大型目标 因此 印尼此次并没有选择购买 已经装备过的苏30MK战机 也就放弃了节约采购成本 和方便后勤维修保障的机会 这个选择显然是说明 印尼想购买一款性能经验的战机 来加强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感 一旦这批苏到35战机到货 那么未来在单机对抗上 印尼空军将获得在东南亚地区的绝对优势 此外 这批苏到35战机 也有针对中国的意味 众所周知中国和印尼存在一定的岛屿和专属经济区的争端问题 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插手 印尼的底气也开始越来越足 从此次印尼购买中国空军同样装备的苏到35战机就可以看出 印尼的意图其实并不简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